这样子第二波把菲律宾列为红色警戒之后 不排除启动第三波的制裁手段 就是台飞断航 尽管商量部长叶匡时表示 对旅游业可能会造成压力 但其实我国飞往菲律宾的客户班次 是菲律宾飞来台湾班次的2.5倍 业者表示就算要损失也是在所不息的 已经寻求替代方案 而其实21年前我国就和南韩断航过 到2004年才复航 台湾菲律宾情势紧张 交通部更生成第三阶段制裁 不排除台飞断航 有议者表示即使损失也在所不息 以我们目前从到6月底的话 大概预估我们的这个损失的部分 可能会在差不多200300万左右 原则上因为以东南亚地区 大概我想消费者都会选择 类似同样价位的一些产品 包括了泰国马来西亚等等 这些地方 外交部才对菲律宾发布红色警戒 下一波制裁如果断航 旅行车可能面临冲击 因为根据民航局统计 台湾每周飞往菲律宾班机 定期班机就有27班 包机7班 加起来34班 反观菲律宾飞台班次 每周也只有17班 台湾准整多出至少2.5倍班次 根据观光局统计 每年到菲律宾旅游台湾游客 至少18万人 再加上商务以及转机客 恐将有20万人受到影响 但是禁航也不无可能 因为过去台湾就曾经下令禁航过 禁航对象就是南韩 21年前南韩突然宣布 与中华民国断交 甚至限制24小时内 驱离我国使馆人员 同年台湾马上宣布 与韩国断航 全台民众反韩意识高涨 高雄台南市都宣布 解除和福山市的解美式关系 就连曾经风行的韩国双肉店 也几乎消失 断航12年后2004年才又复航 航空业者透露 一旦断航要复航就相当困难 加上台飞搬机比例 反而是台湾比较多 断航后台湾旅游业者面临冲击 但已经准备好 其他东南亚路线替代方案 云选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